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止一动 就像我打击那边 那儿的山上的石头可也不认识 你是福建涛还是文家 那儿流过来的水也不知道你是什么哪个军区司令 还是什么东西 他不知道的 所以就是某种程度上在灾难面前是人人他都是疲惫 但是如果你要是又清清楚楚知道 这现在还正在发生灾难 而就是怎么说的 不畏惧这样的一个事情 要去做出这种主动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说起来很可笑 我当时我那个事 我还没有想到我要去四川 仅仅是就是这个电视一出来 来着不同的人给我打电话 说你去四川 等我真正去四川的事 很有意思 你就是又有一拨人 哎呀 曹勇你现在不能进四川 突然你的性命一下变得非常的重要 说四川现在啊 说是那个地方都是戴着黄毒面具 瘟疫蔓延 说你现在绝对不能去 其中有一个我在路上 一直有电视台的给我打电话 说是曹勇啊 你就是这次地震 你去你现在在哪 你是不是在四川 我们马上 呃 拍摄子过去跟踪你 哎呦 我说你千万不要来 我说这变成我 做秀了 我不画画 我要为你们画一张地震的画 后来有一个老兄跟我说了半天 说老兄 他人不过这相跟人一起 因为这个老兄 买过洛杉矶 到过来 他是南 就是江苏市电视台 他老婆叫我的朋友拿来电话 找了几个圈 说你千万不要让他去 他这次要去 不光是家里面有几十万 将近上百万的 一个什么买卖 要泡汤 还面临着孩子 什么东西 还又说 说到说到头 这次那个危险 就是太恐怖 其实大家都对四川呢 都不了解 这一路上 看我碰到很多事情 你知道就是说 这个什么都有 好 等到了四川 反正觉得 人的一片和气 你知道吗 一片的活性 一片就是人的那种 良知大乏的 你每到一个地方 过去没有人来 关照他人的 就是说 对他人的关照 是从来 说句实话 你说咱们李医之邦 这个毛病还没看出来有过 你说不太关心别人 我说这刚发的地震 这怎么一点 不像发地震的样子 人们那么安静 那么有条不紊的 该干什么 慢慢就看到 有倒下的房子 但是人家很高兴 该理化的理化 该剃头的剃头 该那个地方吃饭的 大家早样高兴 该搓麻将的 还是搓麻将 哪怕是在那个 小小的塑料棚子里面 斗几瓦 别人摸几下 你知道 这个在灾难面前的 这种洒头的情 这种气氛围啊 你在别的地方 你在别的地方 你就感觉人的 围的钱 他不自首带来 真的怎么敲诈 那个最后一批 那种上劲的感觉 但是在四川没有 我当时去的时候 我也说 这个让我非常大吃一惊 我说 曾经相识 我说怎么又不相识 你懂我说的意思吗 对呀 就是很惊奇 你知道吗 等我到了 我说到了那个 成都的时候 我的哥们来接我的时候 我一看 我说你们 大妈 我说被传的 好像是 这里面要怎么样 怎么样 大家一听 都笑开了 说哪有这事 他说你知道 我一看到 我是这路上 这么多 但外面大家都挺高兴 像过年一样的 好不容易 无目的地活一天 你知道吗 就是这样 虽说是长灾难 我说 他们的是笑开了 是成都这个地方 是大家在吃喝当中 等余震 是那个 在灾区 那是在余震当中 等吃喝 你懂我说的意思 就是它不一样 我去的每一个地方 尤其是我觉得 当中有一件事情 咱们是从灾难以后 最让我感动 我觉得你知道 就是 其实生命最可贵的是 在他对生命 那种不惜的 一种 就是一种热爱 你知道 你知道那 有一个哥们很可爱 他正好地震 就是 抛他出来的事 是 俄罗斯的救援队 嗯嗯 对对对 你知道他说 笑话 他说 我死他妈呀 这次地震 好凶啊 他说 妈呀 这个死他鬼歪去了 他以为他在国外 你说 哎呦 我跟你说 我觉得 即便是一场 这么大的灾难 让大家都成为受灾者 但是 你知道 留给活着的人呢 是这种最可贵的 一种对生命的热爱 啊 因为谁都逃脱不了一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